记者吴亮一台北报导,银法族若有激少症,跌倒的风险增加三倍,还容易造成下肺痛问题。 根据台北医学大学复健科统计,下肺痛病患比例约占70%,医师建议阻抗性运动如皮拉皮斯是很好的运动方式。 台北医学大学复社医院复健部主任康俊宏说,下肺痛的病患多是因为脊椎老化、退化或使用过度,而吉利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之一。 康俊宏说,银法族若有激少症,跌倒的风险是没有激少症的三倍,而增加吉利的方法包括规律运动及营养补充,而运动最好是抗阻性运动。 例如皮拉皮斯就是注重核心激励的运动方式。 康俊宏说,皮拉皮斯可以针对脊椎不同功能性加强动作功能训练,包括营法族、上班族、肥胖、激少症、下肺或是肩颈疼困扰者、术后健康恢复需求、产前、产后或需要运动训练者都适合这项运动。